我们之前有讲过说政治人物最会说废话 说废话大赛是政治人物的强项 我们就来看看赖清德 他接受NHK日本媒体的访问 人家问他说 你当选总统之后想要和日本展开哪种方面的合作 赖清德说全方面的合作 这个我也会回答 全方面的合作 赖清德是废话原因重现 最有名的最近这几天 他在南台湾的中山大学跟学生的座谈会 学生问他说 现在民进党有很多贪腐的问题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或是解决呢 他直接问这个女学生说 我请教你哪个具体事件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这个女孩子也蛮聪明的 就是说大家来一起回答吧 大家想想看有哪些具体的事件呢 旁边的同学立刻火力支援 有人说撕烟 有人说赖百亿 有人说疫苗采购案 新竹棒球场 还有最近的蛋呢 光电 台南光电 卢渣案 西瓜市长 陈欧珀 会被查水表 连同学都知道 可是我们看看赖神怎么回答 赖神是说 民进党从1986年9月28号还在戒严的时候 创立 以下省略100次 执政这几年来虽然有许多借数 但是呢 许多包袱 我想问题是在这里 有回答吗 有回答吗 没有没有 如果你在现场你会觉得 他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说废话大赛第一名 我们再来看看侯友宜 现在决定大反攻了吗 在野党打新潮流 锁定的是谁 包括郑文灿 好 来 他说啊 这个是炸弹门审 弹的问题 炸弹门审 可是郑文灿不满 去提告 他说你怎么可以用这种 抹黑的方式来选举呢 陈建仁也说 不要把神圣的选举 变成抹黑跟造谣 而另外在野党 还有一个在野党 不要忘了民众党 陈婉慧揭蔽高手 今天他直询一件事情 友台 友台有没有跟这个政府 有利益诉讼 他讲的是三例 26亿的影城精准列地 在桃园 陈婉慧说啊 你郑文灿在当桃园市市长的时候 有没有联手部会开绿灯 重化区过了之后 隔天就开工 甘无 有没有 他在立法院里看到 他直接直询 陈建仁的回应是这样 他说 讲求效率一向是正副院长 在担任市长期间 确实的做事是建籍履籍 大家听一下这个回应 而另外内政部长花敬群说 都市计划审议过程 就算部门想出建议 也透过人民陈琴的管道提出 他的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陈婉慧有质疑说 这个桃园市府为三例出头 连陈琴仁 还有自己建议内政部财纳 就等于是帮他们全部铺好路了 这是陈婉慧的质询 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赖清德 他是新潮流的九龙至尊好了 那新潮流的大阿哥是郑文燦好了 那陈水扁的名言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跟现在的情境很符合 选都选完了 啊不然你要安装 输都输了 啊不然你要安装 我现在当总统 算我好文 不然你是要安装 这个就是我们拿他没办法吗 另外我们看到蓝白河还有没有戏 柯文哲今天从美国回来了 他再出招 他说啊好啊来和啊 我提议民调挑五家座 赢的当正的 输的可以推荐副手 这个有没有可能因此而合起来呢 来请教亮哥 这个三例也不需要回馈什么实质利益 因为人家电视新闻啊 政论节目啊 里面都只是你这个董啊 对不对 我觉得只要过程中 你找不到违法的记录 那你也没辙啦 所以陈婉慧这个爆料没辙 不 陈婉慧他是在爆料说 时间让我这么多好 我跟你讲这种案子 不可能是从地方往中央送的 一定是大家都讲好了 然后中央就觉得说 大概可以这样进行 因为这个我讲白了 这个以前航空城不是这样吗 陈婉的航空城 这个都是从中央有一个idea 说我要盖一个文化区 从上往下 有影视文化区嘛 在陈圆嘛 陈圆政府就要去配合搞定 地方的所有的程序嘛 政文在2019年哪有那么大会 没什么可能 他是配合上面的 我认为在那是互相 他一定会去报告嘛 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这种东西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有 航空城就是国民党时代的 你认为那个是地方搞好了 再上中央和是這樣吗 不太可能 所以一定是中央也觉得 那个地方有这个 发展的可能性 就Win Win 然后就促成 地方当然愿意照办 因为这个有利于当地的房价 各方面的利益 因为那个房屋相关的税收 是地方税 对不对 所以那郑文燦 这么有能力的人 当然就可以搞定 对不对 那跟三立 跟三立的合作关系 哪裡需要人家在 利益上做回馈 不需要 对不对 这个新闻各种节目 每分每秒 每分每秒都在回馈 对 所以我是说 这个程婉慧这个咨询 当然是揭开这个真相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现象 台湾是蛮常见的 重点当然 陈婉慧可以进一步去追 有没有违法的事实 比如说 有没有利益输送的证据 或者在法律上的程序 是不是给人家跳过 这个当然他可以进一步去追 可是如果都没有 就是政治现实 那就是这样 就是政治现实 就是政治现实 你这个进口蛋不知道怎么办 那进口美租你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就是 我民进党就是这种态度 看你要怎样 不然你是怎么办 对 陳水扁的名言又在线了 我落后问 不然你是要怎么办 来 陈辉文 前子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去年九合一 有政党轮替的现实 也快一年了 这个是在台北市议会 你看台北市议会 比立法院还热闹 所以刚刚亮哥讲的没有错 是国民党的立委 没有站立 这不是立法院 在台北市议会 没有鸡蛋 可是人这样 拚牌人也比立法院更厚 没有错 柯文哲的这个东西 但我用柯文哲当地就说 也不是只有柯文哲 像刚刚提到的鄭文燦 他在桃园 现在桃园是国民党的 张善正在执政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不同的政党 你要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快一年了 你到底把他的大秘宝查清楚了没 就像刚刚前子讲这个例子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这个 是友台在谈 高友友 这个前子谈得比较少 就是高宏安在新竹市的一些 其实满复杂的 我也做了一点研究 高宏安你才去不到一年 但你朋友怎么这么多 朋友包山包海钱怎么这么厉害 那我们来看这个 那绿友友呢 蔡总统你当了七年 这绿友友呢 刚刚讲的3D 他标准的就是绿友友 而且他也是蔡友友 蔡总统的好朋友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为什么 那时候韩国瑜讲说 3D要改2D 为什么 这是在总统大选的辩论 2020总统大选辩论 韩国瑜实在是受 忍无可忍的 被3D霸凌到这个地步 他说你3D改2D 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所以在整个黑韩产业店里面 3D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打手 不能讲吗 3D会修理我吗 当然从陈婉慧开始修理 陈婉慧修理完修理前子 再修理亮哥 然后行有余力再修理我 我的意思说你今天3D 他接这个案子 就郑文昌而言 前子 我的意思说你一个市长 他这个地方 他所有的变更或什么的 你回避都来不及了 理论上我们在回避才对 可是郑文昌他不是回避 他说你要申请这个 我来帮你申请 我来帮你处理 我看那陈婉慧的咨询 说变更案子 15天就下来了 你笑死人了 每个案子都这么快吗 陈婉慧就问陈建成说 每个案子都这么快吗 我去申请15天会下来吗 你慢慢等吧 15年 15年 永远都不会下来 我跟你講 15年还偷笑了 你可能永远都 这我就想这东西 这盟上空促成地方发展 你要有效率 见机旅集 你没看见 见机旅集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们两个都在讲笑话 来这一套 我跟你講 那个就是因为申请的人不一样 所以他就火速的通过 这很不公平 是 不公平 来 老师 我其实建议 真的国民党 还有整个侯友宜的战力 要加强一下 你看侯友宜的广告点名 去打那个新潮流 我坦白讲 我觉得有点降格 你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应该直接打主帅 你看民进党后来派什么 新潮流的郑文燦 行政院副院长而已 来回应你 这个说真的 行政院副院长 就算他牺牲掉了 也不会影响到 选举的大局 这一点比选举 我觉得侯友宜 要多学学柯文哲 柯文哲就直接去对着蔡英文 要不然就是赖清德罵 因为如果你们出来 回应他赚道 不回应你们就挨骂 所以选举部分 我真的觉得 还是柯文哲比较厉害 所以光是你现在看 蓝白河炒很多东西 其实我坦白讲 这段时间 柯文哲去接触的 其实是侯友宜部分比较少 而是朱立仁会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现在国民党拿的 不是说民调谁比较高 来跟柯文哲谈条件 国民党一直谈的是 我党比较大 我的立委比较多 我县市长比较多 所以柯文哲也知道 所以也没有跟他讲说民调部分 怎样 现在重点是什么 柯文哲之前很早就讲过了 在野大联盟部分 他还放出什么 在野党多数阻隔 其实他比较讲给听的是朱立伦 因为说真的 你也不太可能叫侯友宜 这个政总统候选人 自愿去降格嘛 但是反观你跟朱立伦 谈的好处是什么 朱立伦现在是阳春党主席 如果真的谈了白蓝配合作成功的话 朱立伦搞不好 也是下届的行政院长的 所以柯文哲这边要调的 意思是要跟朱立伦 这边为一个主轴谈判 因为你再去比民调 真的没有意思啦 大家看了民调 在野党多数愿的表现 我们来到山下方所有的 第一集再维加坡 三月三月一